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那年高考,二叔诅咒我名落孙山,如今我学成归来发了财,二叔却找上门,想让我给他养老,当全村面我这样做,让所有人傻眼。 今年高考那年,二叔诅我名落孙山,如今我学成归来发了财,二叔却找上门让我给他养老,我这样做,让众人傻眼。 今年高考已结束,看着那些从考场走出来的深深学子,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往事来。 光阴四见,这日子往后一数,不由得一阵感叹,想当年参加高考,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情了。 我家的人物关系有点乱,从小,我就知道自己的身世,我是我妈和野男人生的私生女。 我妈死前,把我托付给了她的表姐、表姐夫,也就是我现在的养父养母。 而我的二叔,他既是我养父的亲弟弟,也是我亲妈的前夫。 这个男人恨了我亲妈一辈子,也恨了我许多年。 因为,我妈婚内出轨背叛了二叔,被他赶出了家门。 而我,就是我妈出轨的证据。 所以,二叔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想起我妈的私情,认为我这个私生女就是她的耻辱,并且对我恨之入骨。 记得高考前夕,二叔在村口四处晃悠,逢人就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还诅咒我名落孙山,想让全村人看我的笑话。 结果我很幸运,不仅没有名落孙山,还考上了南开大学,成为村里人口口相传的优秀大学生。 二叔的诅咒落了空,脸色铁青,那几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好意思出门。 我考上了好大学,养父养母面上有了光,为了给我庆祝,他们请了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饭,村里的乡亲们也都闻讯而来,向我养父养母道喜。 那一天,家里热闹非凡,所有近亲都来了,唯独我二叔没来。 二叔家的房子就挨着我们家,养父养母好心去叫二叔来吃饭,结果二叔不给面子,直接把人赶了出来。 兴许是气不过,二叔刚把我的养父养母赶出来后,就插着腰跑出来,冲着我家这边骂咧咧道,不就出了一个破大学生吗? 有啥了不起的,显摆啥呢? 二叔的大嗓门很快吸引了众亲友的目光,大家都觉得他太过分,自己的侄女儿考上了大学,不恭喜就算了。 还说,这么难听的话,就没有一个当二叔的样子。 面对大家的指责,二叔不仅不知羞,还跳脚破口大骂道,我呸,什么侄女儿? 简直就是我的耻辱。 就他亲妈那德行,能生出什么好女儿来? 二叔这话一出,养父养母瞬间沉下了脸, 众亲友也怯怯思语起来,都盯着我看。 二叔幸灾乐祸地哼哼一笑,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去了。 面对大家异样的目光,我委屈巴拉地哭出了声,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亲妈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决定吗? 为什么她犯下的错,要我来承担? 养父养母担心我,急得来敲我房间的门。 我赌气不肯开门,只听养母在门外苦口婆心地对我劝道。 孩子,你二叔嘴臭,你从小就知道的,你何必生她的气? 今天大家都是来祝贺你的,你可不能耍小性子,快出来跟大家一起吃饭。 我虽然心头难过,但我也不是任性的小孩,亲朋好友都聚在家里,我如果闭门不出,就太没礼貌了。 我抹了妈脸上的眼泪,然后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恢复先前的微笑,陪着大家开开心心地吃饭。 吃过饭后,大多数人都回去了,一小部分留下来聊天娱乐。 我没事干,就回了房间,想起二叔今天说的那些话,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打开抽屉,拿出了一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上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二叔之所以讨厌我,就是因为我的亲生母亲,他们之间有一段不可化解的矛盾。 二叔比我养父小五岁,养父养母结婚后,见我二叔老大不小整天游手好闲,就想给他说门亲,好让他稳定下来好好过日子。 那几年,养父养母,托人给二叔介绍了不少对象,可是二叔眼光高,他觉得自己长得帅,就一定要找个漂亮的姑娘,才配得上她。 介绍了这么多姑娘,二叔却没有一个重义的,养父养母也就懒得管了。 直到有一天,养母的一个远房表妹来家里探亲,我二叔一眼就相中了,对养母的表妹欢喜不已,想娶进门当媳妇,求养母一定要帮她把这件事情搓成。 这个远房表妹正是我的亲妈,我养母也觉得亲上加亲挺好的,就尽心撮合二叔和我妈,不到半年,我妈就嫁给了二叔。 婚后,二叔对我妈宠爱有加,可是光宠爱没有钱,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为了让我妈过上好日子,二叔壮着胆子跟一帮人出远门赚钱去了。 二叔长时间不在家,我妈开始有了抱怨,因为寂寞,经不住也男人甜言蜜语的诱惑,就出轨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妈和也男人勾搭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村里。 二叔听闻,我妈背着她找男人,气得浑身发抖,心想她辛辛苦苦,在外赚钱,家里的媳妇却和别的男人搞在了一起,怎能咽下这口气。 二叔一气之下,就和我妈离了婚,将我妈赶出了家门。 我妈走投无路下,去找那个野男人,结果野男人不认账,也不要她了。 我妈只能厚着脸皮回了娘家,没几天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娘家人觉得我妈丢脸,想让她把孩子打掉,我妈却是个降脾气,说孩子无辜,她要生下来。 于是,就有了我这个野孩子。 我妈生下我后,因为产后抑郁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开始为我的将来打算。 我妈的娘家人都不喜欢我这个私生女,说我晦气,我妈无奈直下,只好抱着我去了她的表姐家,求着她们收下我。 我妈的表姐、表姐夫都是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他们见我可怜,就收下了我。 就这样,从此以后,我妈的表姐、表姐夫成了我的养父养母。 养母曾经跟我说,我妈求他们收留我时,二叔前来闹事,指着我妈对养父养母大发脾气道,大哥大嫂,这个女人不知廉耻, 你们今天要是敢收了她的野孩子,我就和你们断亲。 从此以后,咱们再也不是一家人。 可见,二叔对我妈有多恨。 终究,养父养母没有听二叔的话,执意收下了我,他们使我如己初,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 而二叔,他说到做到,从此再也不和养父养母来往,真的断了这份亲情。 养母还告诉我,我妈死的那一天,二叔喝得伶仃大醉,抱着酒瓶子哭, 二叔,你这个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贱女人,活该有这一天哪。 你死了到解脱了,我可咋办啊? 我要戴着一顶绿帽子活一辈子啊。 爱之深,恨之妾,除了我妈,二叔再也没找过别的女人,这大半辈子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 二叔是看着我一天天长大的,可是他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大概是我长得太像我妈了。 他有时候会盯着我出神,那是少见的温柔。 待他回过神后,又是一副冷漠不堪,骂咧咧的样子。 小时候我不懂,现在我懂了。 二叔其实就是一个多情种,奈何我妈出了鬼,触及了她的底线。 我到外地上大学后,很少回家,大四那年回家探亲时,在路上碰到了二叔。 见到二叔的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咯噔,二叔竟然有了白发,他开始老了。 更惊讶的是,二叔这次见到我,不再像往年那样对我骂骂咧咧,还对我打招呼,小妮子回来了呀。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声小妮子,我感觉二叔特亲切,让我想哭。 尽管他曾经那样骂我咒我恨我,但是看到他形影孤单的样子,我心里特别难受。 他本来拥有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我母亲的背叛,毁了他一生,害得他老无所依。 再后来,我工作了,就很少回家了。 再次见到二叔,就是我出嫁的时候,也许是人老了念旧情,大家都以为二叔不会参加我的婚礼,却没想到,二叔不仅来了,还送了我一个大红包。 那时的他,不过五十岁出头,却满头白发,他颤颤巍巍地把那个大红包放到我的手心里,对我哽咽道,小妮子终于长大了,结了婚,就好好过日子。 可别像你,妈字终于没说出口,二叔拍拍我的手,满面惭愧道,往年是二叔对不住你,不管怎样,你只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使我心眼太小,希望你能原谅我。 咱们还是一家人,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侄女儿,我受宠若惊地盯着二叔看,她的眼里有泪光,眼神是温柔平和的,我想说点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就给了二叔一个拥抱。 养父养母见二叔突然对我态度大变,心头也是一阵激动,安抚着二叔坐下吃席。 结婚生子后,琐事很多,加上工作繁忙,回娘家的日子越来越少。 有一天,养母打电话给我说,二叔生病住进医院了,嘴里一直念叨着我,想见我。 第二天一早,我就收拾东西,赶回了娘家,买了些营养品,去医院,看望二叔。 二叔瘦了许多,一头白发乱糟糟的,他见我回来了,立刻精神抖擞起来,指着我买的那对营养品对我说,小妮子,人回来就行了,买这些干啥,又让你破费了。 我拉着二叔干瘦如柴的手,忍不住湿了眼眶,陪着二叔说话。 二叔见到我就滔滔不绝,跟我讲他年轻时候多么帅多么潇洒,又讲多少女孩子喜欢他。 当讲到我妈的时候,二叔突然沉默了下来,眼神十分忧伤。 伴赏,二叔才盯着我说了一句话,你长得真的很像你妈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好像也不怎么恨他了,有时候在梦里还会看见他,他还是那个样子,年轻漂亮。 我安慰二叔,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保重身体,过好当下。 二叔咧嘴对着我笑,你看我孤家寡人一个,生病了身边都没人照顾,你愿意给我养老送终吗? 我微微一正,牵住二叔的手轻声说道, 二叔,你无儿无女,我是你的侄女儿,我不给你养老送终,谁又养你呢? 二叔抬头盯着我,情绪有些激动,小妮子,你的意思是你真愿意给我养老送终。 我曾经那么对你,你不恨我。 我摇摇头,对二叔诚心时意道,二叔,你忘了我出嫁那天了吗? 你说过,从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侄女,我们是一家人。 你现在老了,身边没有儿女依靠,理应由我这个侄女儿来照顾你啊。 二叔听罢,嘴里发出了呜呜声,老泪纵横道,好。 真好。 有小妮子给我养老送终,我这辈子也没遗憾了。 在医院陪了二叔三天,我因为要上班就回去了,每天通过电话跟二叔联系。 一个星期后,二叔出院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二叔一出院就联系了养老院。 养父养母对我说,二叔不想连累我,非要去养老院,还说那里朋友多,热闹。 我又趁着周末赶了回去,把二叔从养老院里接了回来,让他从此跟着养父养母一起生活,相互照应。 我只要有空就经常回家看看。 养父养母也很乐意,嘱咐我好好工作,家里有他们在,一切都好。 如今,二叔仍旧健在,这些年他和我的养父养母相处得很融洽。 每到逢年过节,我们这些小辈都会回家探亲,一大家子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岁月催人老,愿我的养父养母和我的二叔身体健康,喜乐平安。 结婚第二天,我就被婆嫁赶出了家门,因为洞房花竹叶,他发现了我的秘密。 我叫苏玉琴,1975年出生于成都一户普通工人家庭。 我出生没几年母亲就过世了,不到十五岁,我的父亲又走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哥哥两人相依为命。 后来哥哥接了父亲的班,我从卫校毕业后在成都一家医院当护士。 原本,我和哥哥的感情很好,自从嫂子嫁进门来,家里的气氛就变了。 尤其是嫂子生了孩子后,她处处挑刺,我一个姑娘家从来没有伺候过岳母子,难免会出点错。 好不容易熬到嫂子出月子,她又开始抱怨家里的房子太挤,天天盼着我能早点嫁出去把房子给他们腾出来。 没多久,嫂子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小伙子在单位上班,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那时我才21岁,本来不想那么早嫁人,可是一想到嫂子那张臭脸,我就答应了。 只是,我心里一直有个秘密,我都21岁了,生理期却从来没有来过。 我是护士,很早就听说过使女这两个字,所以我很害怕,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使女。 但我又不好意去检查,之前也从来没有跟哥哥提过这事,觉得哥哥是男孩子,提这事比较尴尬,更不敢跟旁人说,只能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眼看就要嫁人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乱,好几次我都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嫂子,但是每次都犹犹豫豫豫开不了口,最后抱着一丝侥幸心里硬着头皮嫁人了,万一我不是呢? 没想到,新婚第二天,我就被男人撵出了家门,因为洞房花竹叶,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也是因为它,我心里的怀疑似乎变成真的了,难道我真的是使女吗? 那一刻,我连死的心都有,咬着被子哭了一晚上,男人觉得上当了,立马就提出要和我离婚。 婆家人还跑到我娘家破口大骂,说我嫂子是骗子,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告诉他们,这是要断他们家的香火呀。 真是缺德,真是晦气 娘家的房子在一座老院子里,院子里都是同单位的人,经婆家人这么一闹,整个院子的人都知道了我是使女,我修得无地自容,躲在屋里嚎啕大哭 我的哥哥嫂子更是面上无光,嫂子冲进我的房间,暴跳如雷道 苏玉琴,你这是想害死我吗?亏你还是未孝毕业的,这种事情你为啥不早点告诉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家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丧门星? 我委屈巴巴地望着嫂子,哭得更伤心了,嫂子一跺脚,拉着我要去医院检查 我因为害羞和自卑,拼命挣扎,嫂子硬拽着我,将我带去了当地最大的医院 经过一番检查,我被确诊为先天性无子宫 而且遗憾的是,当年医疗条件有限 我这种情况又是最难治的 医生告诉我嫂子,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有生育能力 我嫂子虽然讨厌我,但毕竟是一家人 听到这个结果,她眉头紧锁,脸色一下变得沉郁起来 转头看着站在诊室门口瑟瑟发抖的我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一声不吭地拽着我离开了医院 回家的路上,我和嫂子谁也没有说话 我就一直捂着嘴哭 快到家门口时,嫂子跟我说 把你的眼泪擦干了 使女就不活人了吗? 别整天哭唧唧地讨人厌 因为使女之身 刚结婚就离婚 我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哥哥每天垂头丧气 嫂子越来越不待见我 我在家里住得压抑 于是就搬到了医院的职工宿舍里住了 医院的同事也听闻了我的事情 都在背后议论纷纷 一看到我立马转身闭口不谈 这时候,我的好姐妹何英总会挺身而出替我化解尴尬 何英名校毕业 西安人 长得很漂亮 她在医院特别照顾我 久而久之 我们就成了好姐妹 也算是缘分吧 那些天 何英只要不忙就跑来逗我开心 劝我往开里想 她还对我说 世上的男人千千万 就算你是使女 你这么好的姑娘 肯定会有人喜欢你的 医学越来越发达 大不了以后去做个手术 我苦涩一笑 尽管我想得开 周围的咸盐碎鱼也能把我淹死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怎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 我接受了使女的事实 却不能接受这些流言蜚语 多少个晚上 我垂泪到天明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关于我的流言也烟消云散了 我的心情渐渐平复 初夏的一个晚上 我正在医院值夜班 晚风呼起 吹来一缕缕枝子花的清香 我惊喜不已 院子里枝子花开了吗? 我忍不住跑了出去 朝院子里的那株枝子树望去 只见一朵朵纯白色的枝子花在晚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 蒙上一层薄薄的月光 美丽极了 我看得正出神时 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男子 他冲着我笑 同志 这些枝子花有那么好看吗? 瞧把你迷得都看入神了 我猛然回过神来 盯着眼前的男子看 他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个子高高瘦瘦 身上穿得挺干净 衬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 肩上斜跨着一个包 一看就是个文化人 而且他刚刚说的是普通话 应该不是成都本地人 最吸引人的是他脸上的笑容 让他看起来特别温文尔雅 男子一蹦一跳地朝我这边走来 我低头一看 才发现他的左小腿受了伤 鲜血淋漓的 我赶紧跑过去将他扶住 指着他受伤的腿 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不小心划伤了 不用大惊小怪 消消毒就没事了 我带他进了医院 见他伤口确实很浅 就没有去打扰其他值班医生 自个儿给他处理起伤口来 我在包扎伤口时 男子一直盯着我看 还夸我手法熟练 包扎得不错 接着还调戏了我一句 小同志 你长得真好看 就像外面的那些枝子花一样 轻心脱俗 我听后吓了一跳 心想这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却说出这种无理之言 莫不是一个臭流氓 虽然科室里还有其他同事值班 但这大晚上的 我还是注意点 想到这儿 我就没理他 男子见我不吭声 也不再说话 就那么咧着嘴盯着我笑 像个傻子一样 不过那双杏仁般的大眼睛 格外清澈明亮 我把伤口处理完后 男子对我表示感谢道 同志 谢谢你 我嘱咐他道 还好伤口不深 回去注意不要碰水 以后走路小心点 男子点点头 但是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我诧异地盯着他 问道 伤口已经处理完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男子神秘一笑 我是医生 是专门来这里上班的 我当然不走了 我暗自一惊 半信半疑道 大晚上的你来这里上班 你真是医生 我怎么从来没有在医院见过你呢 男子点点头 伸出手来自我介绍道 你好 我叫于磊 是一名外科医生 从西安来的 今天是我第一天报到 路上出了点小状况 耽搁了 所以来晚了 我没有去握于磊的手 摸着脑袋 觉得不可思议 这大晚上的 居然空降了一名医生 还是带着伤来的 真是前所未有之事 于磊见我还是不信任他 就从包里拿出了一堆证明 我不禁被他逗笑了 放下了戒备 对他表示欢迎道 于医生你好 我叫苏玉琴 以后叫我小苏就好了 于磊高兴地点了点头 又咧着嘴冲我傻笑 这就是我和于磊的初次相见 后来我们不仅是同科室的同事 我们的关系还变得很暧昧 好姐妹何英和于磊在医院首次碰面时 两人都微微一正 何英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于磊的脸色也有些微妙的变化 我想到他们都是西安人 就问他们是不是互相认识 结果他们都摇头否认 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医院每年都有下乡一诊的活动 每次下乡时 于磊都让我跟着他的组 有一次下乡时 正值枝子花盛开的季节 满山坡都是 于磊知道我喜欢枝子花 当着同事们的面给我摘了一大束枝子花 羞得我满面通红 这时 何英贴着我的耳朵悄悄说道 玉琴啊 依我看 那于医生多半是看上你了 于医生不仅家是好 还一表人才 你可要抓住机会哦 我听了这些话 脸上更烫了 心中欢喜不已 可是 一想到我的自身情况 我就没底气了 我是一个使女 结婚生子 那是奢望 何况我还是结过婚的人 于医生那么优秀 我不想害了她 于是 从此以后 我开始故意疏远于磊 我怕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 于磊也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有一天傍晚 他把我叫到一处没人的地方 问我 为什么不理他 我面无表情道 同事之间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 免得别人说闲话 于磊听后 一下将我抱住了 我下得赶紧把他推开了 于磊又来牵我的手 说他不怕被别人说闲话 他喜欢我 想和我在一起 我连连摇头 脚步往后退去 含着眼泪对他说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永远都不可能 于磊伤心难过道 为什么不可能啊 我未娶你未嫁 怎么就不可能了 我欲言又止 使女之身这件事情 实在是让我难以启齿 我就捂着嘴巴哭 正想转身跑掉的时候 于磊突然说道 于磊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才不肯跟我在一起 我心里咯噔一下 泪眼朦胧地望着于磊 于磊不等 我把话说完 往前一脉 抱住我说 你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我不介意 而且医术越来越发达 我可以带你去大医院做手术 就算一辈子 生不出孩子 我们可以领养啊 我被于磊抱在怀里 动弹不得 我越是挣扎 他抱得越紧 我趴在他的肩膀上 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心意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躲着于磊 我们大大方方地谈起了恋爱 同事们表面上替我们高兴 但背后却是议论不断 有一次在厕所里 我偶然听到几个女同事 正在议论我和于磊的事情 那个苏玉琴怎么那么命好 一个使女居然还有男人追 就是 也不知道于医生是怎么想的 他那么优秀 找什么样的女朋友找不到啊 偏偏要找个使女 依我看啊 他们这事不会长久的 就算于医生喜欢苏玉琴 他的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觉得于医生和何英医生才是绝配 两个人都是优秀的医生 又是老乡 走在一起太养眼了 听了这些议论声 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难道使女就不能被人喜欢了吗 使女就不配有爱情吗 何英确实完美地无可挑剔 可是他和于磊不过是老乡关系 这些人怎么乱点鸳鸯谱呢 于磊知道后 阿妹我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 何英也劝我开心一点 身边有这两人的庇护 我又放下心来 每天幻想着和于磊走进婚姻的殿堂 然而现实却给了我狠狠一击 我和于磊的事情被他的父母知道后 他们命令于磊立刻和我分手 于磊为此和他的父母大吵了一架 事情尚未平息 一张通知书就下来了 于磊被外派学习了 和他一起出去学习的 还有我的好姐妹何英 于磊虽然对我万般不舍 但不得不服从医院的安排 他离开时 叮嘱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何英还答应我 他会帮我照顾好于磊 让我放心 然而 他们这一走 再也没有回来 这期间 我写了很多信给他们 但从未收到他们的回信 我向院方打听他们的消息 院方的领导总是用各种理由搪塞我 直到一年后 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知 于磊和何英半年前就结束了学习 两人现在西安工作 而且婚事将近 我听了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 我破口大骂那个同事在胡说八道 那同事一气之下 拿出了一张喜帖递给我看 对我羞辱道 苏玉琴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这是他们的结婚喜帖 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你一个使女 哪个男人愿意娶你呀 于磊和何英都是医院的优秀人才 他们才是天生一对 你的白日梦 早该醒醒了 同事的这番话 如一把尖刀猛刺我心 眼前的那张喜帖 更是红艳艳的刺眼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 脚下一软 身体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 待我醒来 我已经躺在哥哥家里 哥哥嫂子就坐在我的旁边 他们见我醒了 都松了一口气 嫂子给我倒了一杯水 看他们的表情 大概也是知道了我的事情 只听哥哥对我安慰道 妹子 认命吧 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的 这辈子 就为自己而活吧 渐渐康康平平安安比啥都好 我低垂着脑袋不吭声 眼泪巴搭巴搭地掉了下来 于磊要和何英结婚了 我怎么接受得了 一个是我爱的男人 一个是我的好姐妹 不过才短短一年时间 他们怎么就好上了呢 那我又算什么呢 于磊曾经明明说过他喜欢我 他不介意我是使女 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他一情别恋爱上别人也就罢了 可偏偏是何英 嫂子见我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起身把窗户一开 窗外的一片叉子烟红 立刻印入眼帘 嫂子指着那些灿烂的花对我说道 不就是被一个男人甩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看这外面的花开得多么鲜艳 你以后就要像这些花一样 不管风吹日晒 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从今天起 你就把那个鱼蕾给忘了 还有那个什么和英 也别和他来往了 什么姐妹 是姐妹就不会抢了你的男人 真是一对不要脸的狗男女 嫂子说话向来粗鲁 只是我没想到 这一次他竟然维护着我 我鼻子一酸 哭得就像个小女孩 嫂子走过来 一改往日的胸向 对我安慰到 哭什么哭 不值得的 就算你一辈子嫁不出去 还有哥哥嫂子呢 嫂子以前确实对你过分了些 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啊 我和你哥哥的心 终归是向着你的 搬回来住吧 看你现在瘦成了啥样 在医院肯定没有好好吃饭 嫂子突然变得这么亲切 让我受宠若惊 泪眼巴巴地看着她 轻轻地唤了一声嫂子 嫂子点点头 把我搂进了怀里 这么多年来 这是嫂子第一次对我这么好 我的眼泪又没完没了地掉了下来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第二天 我本打算请假去找于磊和何英问个明白 但是想一想 觉得没必要去问了 问了又有什么用呢 不是自找羞辱吗 他们都是医学界的精英 将来都有大好的前途 我就祝他们抗力情深 百年好和吧 这件事后 面对同事们的议论 我在医院也待不下去了 在哥哥嫂嫂的支持下 我从医院离职了 然后南下广州 在一家私人医院找到了工作 很多年以后 嫂子交给了我一封信 说是从西安寄来的 一听到西安两个字 我的心头忍不住一颤 是那两个人寄来的吗 他们终于赶回信给我了 我的心 砰砰直跳 我接过这封信 打开一看 正是何英的字迹 我的眼泪 一下就涌了出来 一字不漏地读了起来 原来 于磊和何英 并非真心相爱 只因他们两家人 是世交 他们的婚事 早就被双方父母定下了 而且当年 于磊空降医院并非偶然 是于磊的父母托关系 特意安排过来的 因为何英在这里工作 想让他们两个人增进感情 只是没想到 于磊会在那里遇见我 并喜欢上我 他们为了拆散我和于磊 就把于磊和何英派去 外地学习了 然后两人在一起调回了西安 在双方父母的施压下结为了夫妻 何英还告诉我 这些年来 于磊的心里一直对我念念不忘 他和于磊虽然结为夫妻 但他们相敬如宾 除了工作上的事 几乎无话可说 信得末尾 何英真诚地向我致歉 他说他和于磊对不起我 以至于这么多年 都不敢和我联系 他希望我能原谅他们 并祝福我一切安好 还说若有机会可以见上一面 读完这封信 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嚎啕大哭 心里反而安宁了许多 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等来了一个解释和一个答案 模糊的视线里 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年轻时的笑脸 还有那些流年老哥 似乎在耳边萦绕不绝 纯白的枝子花开满了山坡 时光荏苒 往事随风而去 我早已不恨他们了 现在 我只希望他们忘记这份愧疚 好好地过日子 我回了何英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道 相见不如不见 就让过往的一切留在回忆里吧 祝你们幸福 我一切安好 从此 何英再也没有来过信 我也把关于何英和于磊这两个人的记忆锁了起来 开始了新的生活 后来 我遇到了不少男人 但他们一听说我是使女 都对我避而远之 慢慢地我也就释怀了 随遇而安 使女又怎样 人活一世 婚姻和孩子固然重要 但既然得不到 我又何必抢求呢 这世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没有男人 没有孩子 没有家 都没关系 只要我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我的人生同样精彩 一个人的日子也挺好的 这世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我何必抢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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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中都是不能自理的 经常犯迷糊 医院里的两个病人在谈论李红梅 因为李红梅算是这个医院的常客 一个月至少进医院一次 每次住院 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每一次她的老公对她都很呵护 每次都是细心照顾 医院里有很多女病人 都是自己独自去看病的 她们没有那么贴心的老公 所以看到李红梅的老公那么体贴 她们都把注意力放在关注她的老公身上 没有认真去探究李红梅为什么每个月几乎都会住院 也没人在乎她手上青一块紫一块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李红梅的丈夫照顾她真的是寸步不离 有时候别的病友想上前和李红梅唠嗑说话 都会被李红梅的丈夫善意提醒 我家红梅要多休息哈 说来也奇怪 李红梅的丈夫虽然如此体贴 但李红梅的脸上几乎没有笑容 都是愁容 每次她丈夫跟她说话 她总是病奄奄的 别人以为她是生病还没有康复 所以也没有留意到她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只有李红梅自己知道心里的苦楚 她明白丈夫如此贴心只是想要掩饰一些事情 她想要呼救 但丈夫一直在她左右 也拒绝别人跟她说话 所以李红梅根本没有办法把真相说出来 这天晚上 护士来查房 告知李红梅的丈夫 卡上余额不多了 让她再去缴费 丈夫急匆匆走出病房 这时候李红梅突然做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 她趁机塞了一张纸条给护士 她不敢说话 她担心 丈夫就在不远处 要是听到她跟护士说话 说不定会马上冲进来 护士一看 纸条上赫然写着救命 帮我打110 求求你了护士一惊 她想要问李红梅什么 却突然看到李红梅望向门口的眼神 变得惊恐 她的丈夫回来了 好心的护士终于还是以防万一 帮李红梅报警了 当警察来到了李红梅面前 李红梅终于忍不住痛苦流泪 请你救救我 我要离开这个疑心病很重的家暴男 请护我周全 我再也不想继续生活在家暴和控制之下 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李红梅的丈夫疑心病很重 不允许李红梅去上班 经常查看李红梅的手机 对李红梅各种怀疑 每当她一怀疑什么 她就会控制不住对李红梅动手 这也就是为什么 李红梅身上总有轻一筷子一筷的伤口 丈夫每次对李红梅动完手后 都会跟她说对不起 但也总还是有下次 以前李红梅总是下不了决心 要和丈夫分开 但这一次丈夫又打了她 李红梅的头撞到桌角 整个人瞬间头昏目眩 这一次她终于在心里暗自发誓 一定不要继续心软 她要找机会寻求帮助 要让丈夫得到她应有的惩罚 所以她趁着护士来查房 终于把求助信息发了出去 她要永远一点 说出丈夫的阴谋 还自己自由 所以不要看到别人表面恩爱 就以为他们真的那么相爱 有时候相爱只是假象 伤害才是真实的 这样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特别多的 李红梅 你已经被逮捕了公安机关 拿出了一副赠量的手铐 当场逮捕了李红梁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报案人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李红梁看着床上的妻子 恶狠狠地说道 我那么关心地照顾你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不成李红梁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 李红梁和王丽萍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那时候李红梁是校园里的名人 学校里就没有不认识她的 而王丽萍长得十分漂亮 他们恋爱之后 在大学就领了结婚证 是别人羡慕的一对神仙眷侣 大学毕业之后 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城市找了工作 王丽萍本以为会过上一个十分幸福的生活 但是都没有想到的是 后来的李红梁 竟然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当时李红梁并家里并没有多少钱 为了买婚房 两人一起带了一百多万的房贷 按道理来说 这在当今社会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 毕竟谁家也拿不出这么大的现金来 而且更别提李红梁和王丽萍都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了 有点房贷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有压力才能多赚钱 对于这个结果 王丽萍并没有多想 但是李红梁却有些觉得难为老婆 咱们的房贷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王丽萍看了看丈夫 觉得有些不太理解 当初这个房子不是咱们俩一起选的吗 李红梁有些无奈地说道 现在我的工资只有三千多块 交完了房贷就不剩多少东西了 王丽萍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丈夫是因为赚钱太少而产生了压力 她耐心地对丈夫解释说道 没关系 咱们现在才刚刚毕业 工资少一点是正常的 而且我爸妈也说可以帮我们一起还房贷 等着将来他们老了之后 我们再把钱还给他们不就好了吗 听了妻子的话 李红梁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哎 都是我没有能力 时间过去了大概两年左右 这天王丽萍正在家中做饭 李红梁突然跑了回来 对着妻子十分高兴地说道 老婆 这趟出差赚了三万多块钱 我们可以出去吃炖好的了 这可把王丽萍给吓坏了 按道理来说 以李红梁的现在的资历 根本赚不到这么多钱 他连忙问到对方 公司这是给你安排了什么业务 能让你赚这么多钱 李红梁看着妻子 支支吾吾地说道 哎呀 你就别问了 反正钱到手了 走 我带你消费去 见李红梁不想说 王丽萍也 不好再问 当天晚上 李红梁点了一顿大餐 海参 龙虾 这些平时王丽萍舍不得吃的东西 李红梁让妻子吃了一个够 虽然李红梁出手得那么阔绰 但是王丽萍还是告诫李红梁说 赚了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万一以后没有钱了怎么办 李红梁却十分自信地说道 你放心吧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有钱的王丽萍 看着丈夫自信的脸庞 心中一问越来越重了 究竟丈夫是做了什么事情 才会获得如此的嘉奖呢 自打那天开始 李红梁时不时地就会往家拿回几万块钱 王丽萍是个聪明人 他觉得这笔钱肯定不是从公司里来的 所以趁着自己没工作的时候 跟着李红梁走了出去 结果他发现李红梁并没有到公司 而是跑到了一个居民楼儿 见状 王丽萍当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他赶紧跑回了家 但他并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的行踪早就被居民楼里的看守给发现了 就在王丽萍往回走的时候 他们也跟着追了出来 此时的王丽萍也发现了自己被人跟踪了 于是加快了脚步 对方一看暴露了 二话不说就冲了过来 在街口的一个拐角处 王丽萍还没有叫出来 就被两个人按到了地上 暴打了一顿 王丽萍激动地说道 你们再打 我就报警了 没想到对象十分的嚣张 有胆子 你就报 就这样撂完狠话之后 他们就走了 王丽萍因为受了伤 便住到了医院 丈夫在得知这个事情之后 连忙赶了过来 日日夜夜都守在王丽萍的身边 就连护士们都说 王丽萍是找了一个好丈夫 但是只有王丽萍才明白 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天晚上 王丽萍看着丈夫认真地说道 你在外面究竟在做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此时的李献良 已经知道 妻子知道了一切 于是便说道 我为了挣钱参加了传销 现在再给他们讲课 李献良口中的讲课 就是蛊惑人心 让更多不知情的老百姓加入到他们的组织队伍之中 然后剥削他们的钱财 王丽萍听完之后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王丽萍摇了摇头 钱不是这么挣的 可是此时的丈夫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了 她恶狠狠地说道 我都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隔天一大早 医生护士在给王丽萍换药的时候 王丽萍悄悄地给她塞了一张纸条 护士拿着纸条急忙报了警 警察在得知这个事情之后 便逮捕了李献良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于是他们俩在吵了一架之后 李献良也无奈地低下了头 这时王丽萍苦口婆心地说道 老公 你就快点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给警察吧 只有这样才能安心呀 这不光是为你 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把他们都供出来 这样你就会少盼一点李献良 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全都说了出来 在他的供词下 公安机关将这个犯罪团体一网打尽 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句话固然有些道理 但是赚钱 一定要赚良心钱 像是故事中 李献良做的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 不光会被人们所不齿 更无法给子孙后代积德 希望大家再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念 而且 对于这种违法违纪的行为 一定要保持警惕 坚决不能上当受骗 湘雅医院外科病房里 有一位沉默寡言 一身世伤的女子特别地引人注意 这个女孩叫小云 病友们总会在背后议论着她 因为她几乎每个月都会来 不是这里有伤 就是那里有伤 成为了这个医院的一个常客 在医院里 她的丈夫对她百般地呵护细心地照顾 形影不离地陪伴着她 有时病友们想跟她聊聊天 她的丈夫就会说 我家小云需要静养休息 不好意思 这些语言让没有老公陪伴的病友们 感到非常羡慕 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 她这个完美老公身上 却没有人去认真思考 为什么她每个月都会来 也没有人在乎她身上和手上的伤 是怎么来的 608号病床的病人小云真是命好 丈夫天天都在医院把她守着 我们这些女人住院 自家丈夫都是避之不及那能有人家这么勤快的 真的是极其少见 说得太对了 我有一次住院 我老公根本就不搭理我 问都不问一句 你看人家小云的丈夫 一日三餐饭后 点心 面面俱到的 真的好细心 不过这个小云也太不小心了吧 怎么经常把自己弄得 轻一块紫一块的 可能幸福的女人 都是这样的吧 大大咧咧的 反正有丈夫的疼爱 生活不需要自理 所以经常犯迷糊 酸酸的语气 弥漫在整个病房里 说来也怪 小云的丈夫虽然那么完美 那么体贴 但是没有看到过小云笑过 整天都是满面的愁容 每次跟她丈夫说话的时候 她都是唯唯诺诺的 有气无力地回应着 大家都认为 她一定是因为生病的缘故 所以也没太在意她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只有小云知道自己心里的苦楚 为什么丈夫会如此的贴心 这只是想掩饰一些不好的事情而已 她想要求救 但是丈夫寸步不离在她的左右 拒绝她和周围人说话 所以她根本没有机会把真相说出来 一天夜里 王护士来查访 告诉小云的丈夫 卡上余额不足了 需要她去续费才能拿药 这时丈夫瞥了一眼 小云好像在警告着她什么 便急匆匆地走出了病房 这时小云突然朝王护士手里塞了一张纸条 一句话也不敢说 因为她担心 丈夫随时会出现在自己眼前 王护士被她这一举动吓得不轻 走出病房打开纸条上面赫然写着求求你 帮我打110王护士 心里一颤 回想着小云望向门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惊恐 证明她一定非常害怕 一定有什么危险的事情 想到这里善良的王护士 二话没说直接帮小云报了警 当警察到了小云面前的时候 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 求你们救救我 我不想再被控制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暴难 请你们一定要保护我 小云这才将自己的遭遇一一说了出来 因为自己丈夫的疑心病很重 不允许小云上班 不允许她与任何异性接触 经常查看她的手机 爱幻想一些莫须有的事情 还会控制不住自己对小云动手 也是因为小云的软弱 每当丈夫怀疑一次就会被打一次 所以小云才会经常全身都是伤 每次事后 丈夫都会连连道歉 连连对不起 说了没有下次 但是总还是会有下一次 得寸进尺的家暴 让小云痛苦不堪 所以 这次有这么这个好机会 千万不能放过 终于将求助的信息 成功地发了出去 也只有这样才能还给自己一个自由 病友们听到这些事情都惊呆了 所以说不要光看表面的美好 又怎么知道别人的痛苦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所以 不能乱加评论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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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